剛剛那個新增圖,新增一個圖 這個名稱改一下,102A 我再加個2 然後記得,這個一定要先改像素 然後這邊不改 300,250,按確定 然後記得這邊新增一個圖層在這裡 新增圖層,這邊名稱改一下 並且利用這個漸層工具 把這個三個數字改掉,RGB 它會出現一個類似 或者你這邊填也可以 新的版本好像會跳出這個 那舊的版本其實直接這邊填就可以 那你就是填完之後記得 從上往下拖拉 記得這樣往下拉 而且不要歪掉 有沒有,有東西歪歪的 那出來就變這樣歪歪的 那怎麼辦呢?特別注意 我們如果說呢 那 那復原就是Ctrl LT加Z 記得多加LT 之前CtrlZ是復原對不對 那PhotoShop要多一個LT LT是復原上一步 對對,復原上一步 CtrlZ一直按就可以一直回到後面 這邊也有復原 向前復原 它這邊也有倒退 退後 它也有CtrlZ 可是有的時候CtrlZ沒辦法 一定要加一個LT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那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往下拉 而且剛剛好完全跟那個題目要了 記得喔 我建議喔 你可以多按一個按鍵 如果你要整個垂直喔 比如它歪一邊對不對 如果你們以前用過小畫家 是不是多按一個按鍵 它就可以變垂直了 對 有沒有 我印象中應該是 有沒有 按住序 它會自動的 幫你變成垂直的 這個跟小畫家一模一樣 放開 OK 對不對 所以很多東西是相通的 好 第一步完成 第二個的話把它放大 Ctrl Ctrl加 這個我就先關掉 這個 所以你可以看到 做到的結果 它這邊就是背景 長這樣子 然後這一張圖 尺寸的話就300x200 這個應該沒問題 當然呢 再來的話我們就把吉祥物放過來 另外什麼叫塗層 其實這邊有眼睛對不對 眼睛什麼 看得到 如果你把它關閉會怎麼樣 你會發現不見 這個塗層不見 再打開這個塗層就 看得到 那也就是它一層一層的 以後可以把它關掉沒關係 OK 那我們來看接下來的話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把那個什麼 這個吉祥物放進來 放進來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 你可以直接下載 雲端上面的這一張圖 吉祥物 然後並且把它拖拉進來就可以了 拖拉的話 就是拖拉放在上面這邊 放開 放到這裡面就可以了 它就打開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要把這個圖 有沒有 把它放過來這邊 那可是問題 怎麼把它放過來 你想說Ctrl A Ctrl A不是全選 C Ctrl C 然後Ctrl V嗎 Ctrl V貼過來怎麼樣 會變這樣 這樣的話 其實會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不對吧 背景沒去掉 所以再來的話 我們就要去背才能放過來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把它去背 再放過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第二個要我們做的 這個把它刪掉 其實刪掉很簡單 就是一個圖層 貼一貼 這邊就多一個圖層 你要刪怎麼刪 很簡單 這邊有個垃圾桶 你要不就是 直接選它按垃圾桶 這個圖層就不見了 它問你說要不要刪掉它 要 就不見了 OK 它是一層一層的概念 那我們怎麼選取這個吉祥物 首先的話 然後我們按右就把它先取消選取 我們就用另外一個方法把它再選起來 那如何選取 這邊的話 你會看選取 這邊有一個取消選取 把它取消選取 選取有沒有 那如果你要選 剛好吉祥物的話 其實有幾個方法 我剛剛有講過 套索工具 還有什麼呢 魔術棒工具 可是問題 其實比較笨的方法 就是用這個 套索工具有沒有 然後慢慢慢慢選 可是慢慢慢慢選有一個缺點 第一個 它必須按住不要放 而且用滑鼠選 很不肯 而且你要不能手不能抖 然後不能停 一直按住 然後要按到哪邊呢 按到最後繞一圈才可以 這實在太困難了吧 OK好算了 這個方法 就不考慮 反正我們就是把它選起來 然後不要有毛邊 就是我們的目標 只是要怎麼做最簡單 交過一個方法 第一個 其實不如 你用什麼 我有試過 用魔術棒工具 或者快速選取工具 這兩個其實都可以 我們用快速選取好了 選的時候特別重要 我先選外面 你會發現外面 它的背景顏色 其實還蠻接近的 所以如果你選的時候 點一下你會發現 它會幫你把相同類似的顏色 幫你選起來 你會發現已經選到右邊 你會發現已經選到右邊 如果你再點一下 有沒有 整個選起來了 但問題 請各位注意一下 現在是選背景 可是我們要的是裡面的東西 所以記得要再做一件事情 把它反轉 不然的話 假如你Ctrl C 然後你把它Ctrl V過來 會怎麼樣 這意思吧 OK 懂我意思吧 所以怎麼辦 你就要變成反過來 反過來的話 就是選取裡面 反轉 有沒有看到 就是 選取裡面 把它反轉 反轉過來 這個很重要 其實沒什麼 但是 都是關鍵 蠻好玩的 要把它反轉 OK 反轉之後 Ctrl C 然後你就把它貼過來 但問題 Ctrl V 之後 很接近 但是其實還缺一些東西 你會發現 為什麼它那個 底下的墊子旁邊那個鬚鬚 沒有給我過來 對不對 所以這樣也不對 所以到時候你們 當然 盡量 而且 Ctrl加 Ctrl加是放大的 盡量不要有矩子狀 有沒有 放大之後變馬賽克 因為它像素太差了 而且旁邊這邊好像漏掉東西 所以 再來 第二個步驟的話 我們就是 選完之後 反轉 然後再來就是 讓它 沒選到的 把它補進來 OK 怎麼補進來 有沒有 漏掉好幾個地方 Ctrl加 Ctrl加是放大 請你放大 到不能放大維持 你就可以看到哪邊 漏掉的 再來的話跟各位講 這個地方漏掉對不對 要把它補進來 可是怎麼補進來 這個時候請你不要再用什麼 快速選 因為這太細了 你用快速選舉選不了 這麼細的東西 所以呢 如果你要細部的話 請你再用什麼 特別對 就套索 對 所以一般是這樣 大範圍 用快速的 再來就是用小範圍 細部的 這兩個是可以搭配的 只是說 我要怎麼樣可以把這一塊選進來 可能要特別注意 不是說直接點了就可以選 因為它的預設 請特別注意一下 你點了這個套索之後 請注意看一下 關鍵的地方來了 上面總共有 四個按鈕 記得不要選錯 因為預設的話 第一個按鈕是建立一個新的選舉區 也就是說 如果你用這個的話 會怎麼樣 你點它 它會把剛剛的選舉區就不見了 會重新建一個 等於你剛剛做就白做了 OK 那該怎麼做才會正確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清楚 因為待會一定有同學做錯 我敢保證 因為每次都這個地方做錯 請特別注意 這個選舉區 應該是要加還是要減 應該是反轉 應該是我們反轉 所以應該要把這一塊 把它再加選 對不對 有沒有 這邊也要加選 所以記得 如果你要 用套索工具之後 請特別注意 請你把建立一個新的選舉區 改成什麼 這邊有一個選 這個 後面有幾個按鈕 應該是增加 增加嘛 有沒有 所以特別注意 哪些要減少 哪些 好像這邊有多選 我覺得這個因應應該可以扣掉 所以你可以透過增加和減少 去把你要多進來的增加 最後就選增加 再來做什麼 特別注意 這個時候選舉 的那個 游標 它會是一個什麼 選舉上面的加號 表示說 它要把你剛剛沒選到的加進來 那如果你要加選的話 有個技巧 就是說 從裡面繞到外面 然後繞到裡面繞一圈 OK我做一次給大家看 從裡面對不對 按住不要放對不對 然後繞到外面 把這一塊 剛剛沒有選到的 有沒有 把它繞一圈繞到裡面 放開 就選進來 OK那可以懂我的意思 然後呢 底下那個鬚鬚怎麼做 一樣 把它從裡面對不對 從裡面繞到外面 因為這太細了 所以這樣繞 反正你們的作業成績 就是做得越像 越細 成績越好 OK 怎麼做 其實最好是這個也可以加 只是說 這個沒有很必要就算了 因為沒有放大就看不出來 這個的話 繞到外面 再繞一圈 這樣子 這個真的手要拿穩 OK 好 然後 再來的話 這邊也是一樣 這邊也是一樣 所以我大概做一下 因為這個沒辦法做很細 如果要做很細的話 真的可以做到像雜誌 你看那雜誌其實很多都合成了 真的看不到它背後去背的樣 當然有些看得出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會不會看出來 應該那個就是 Photoshop的菜鳥做的吧 OK 如果說離開其實完全看不出來 上面這邊有 反正就差不多了 再來的話要把哪些東西扣掉 這邊 這個不用沒關係 這個陰影 這個好像多了 其實應該 這邊應該感覺 不用選 因為這裡要陰影 所以如果要扣掉的話怎麼辦 這邊有個減去 減去剛好跟剛剛選 有沒有 游標注意一下有沒有發現 它的游標 這個時候 就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減的符號有沒有看到 這邊後面是減的 然後減的選的方法 剛好跟剛剛顛倒 我們剛剛是從裡面繞出來 那現在的話呢 是從外面繞進去 所以從外面 外面這邊 假設我要從這邊繞進去 然後把這一塊扣掉 這要怎麼扣比較順 反正這字眼睛看得為準 好類似像這樣 這塊我不要 好就扣掉了 還有哪一些 你可以Ctrl、減 再縮小看看 好像應該差不多了 已經接近完美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可以把它放到 我們剛剛這個圖層 做什麼 一樣 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Ctrl、C 所以Ctrl、C非常好用 Ctrl、C就是複製 Ctrl、V就是貼過來 這個是剛剛舊的 把這個刪掉 好 再貼過來 Ctrl、V 過來了 那 差不多 然後再來的話呢 我們要放哪個位置 剛好 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以這一張圖為準 這個是最後Tiff的 反正就是跟這一張 參考圖一樣 放在哪裡呢 放在他的 這個圖的 右 左下角 OK 所以左下角的話 移過去的話 記得用移動工具 這邊有個移動 移動工具 把它移動 這個時候就可以移動它 OK 但是呢 好像 這個 吉祥物呢 看起來在這邊 這邊好像比較小一點點 原來它好像 上面 這個數好像有點太大了 所以其實還可以把它縮小 如果你要把它縮小的話 甚至可以把它變形 那怎麼樣可以把它變形呢 其實你可以編集裡面 這邊就會有一個所謂的變形 任意變形 那變形裡面 任意變形在這裡 這個叫任意變形 那我是建議各位以後要變形的話 可以把那個快速鍵記一下 叫什麼 以後要變形 就記一下Ctrl T 為什麼因為常常需要把那個 圖層上面的物件 放大或縮小 所以我建議你可以Ctrl T 然後這個時候有沒有 就可以把它稍微縮小一下 至於縮小 請參閱上面那張圖 好 我是沒有特別去 反正你就是差不多OK就好 然後最後記得 Ctrl T 往內縮之後 不過你會發現 如果你往內縮 這邊可以取笑一下 它好像會變形 Ctrl T 所以如果你 假設要鎖定長寬比的話 我是建議 你可以把這個寬 跟這個高中間不是有一個類似 就是這個鏈條 點一下 你在縮放的時候 才不會 才不會變形 不然的話如果你沒有 點住它的話 你會變 這個數就變 變瘦了 OK 所以這個就撥 取消就是這邊有取消 然後 Ctrl T 我好像試過 這個一定要鎖住 好像大概85左右 我不確定你們自己再調調看 反正就是它在85 然後位置的話 就調一下 記得 變形完之後 跟Excel有點像 只是Excel 在前面有個打勾 那這邊是在它的右邊 你把它打勾 這樣就OK了 所以 再來 第二階段完成 第一階段是背景 第二階段是吉祥物 那吉祥物 盡量做到 看不出來 OK 我畫面先忘給各位 試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那個編輯 有些那個像 美術編輯 每天都要做很多縫圖 那縫圖的概念 就我剛剛講的 大範圍 用快速選舉工具 小範圍 用 套索工具 記得喔 套索工具 你一定要改喔 如果要 加選的話 記得從裡面繞到外面 如果要去掉的話 從外面繞到裡面 另外記得 快速選舉工具的時候 選的時候 一定是選外面 一定要記得先反轉 如果你沒有反轉的話 變成是選外面 不是選裡面 這一點可能要特別注意 其實說真的 如果你會這幾招 就夠了 真的 很多地方 如果你以後要做網拍的話 反正一定要 去背 把你的商品招向之後去背 那其實 就可以做很多了啦 OK 假如你把Photoshop 這個部分學 學好的話 以後很多地方就夠用了 OK 所以試試看 那只是說 每個人能做到的那個 這個去背 到底精不精細 有的時候還是要一些 慢工粗細 試一下 實際上 我可以看 我可以看 你說的 你